同時也是全球 我想最受歡迎的亞洲影星 淡冰冰小姐 掌聲歡迎 這是彩排嗎 已經緩緩的走過來了 各位你們的相機一定要鎖定好喔 太美了 來掌聲歡迎 冰冰你好 來看看這個中間 好我們先看著正前方 然後讓我們一起來捕捉一下 這一席非常漂亮的補選慾 好右手邊 好中間 中間 中間下面 右上角喔 好左邊 好我會讓咪咪這個每個方位都可以讓大家拍到 好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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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需要嗎 好中間 右邊下面先 來右邊 右邊 我們會到那邊的 放心 右邊 右邊下面 中間在彈需要嗎 左邊下面 好我們先中間 中間下面 好左手邊下面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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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偏中間一點點 好中間再回到正中間 然後我們拍一下 右邊 好右手邊 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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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中間 我覺得咪咪很厲害 我的頭都暈了 好最後 最後中間 最後中間 好最後中間 好最後中間 左邊跟中間是不是要移到 右手邊 好 好 我們稍後還會有時間 讓大家來補助 來 再次歡迎Family 你好 來我們先歡迎一下 我們的美女朋友們 台灣的美女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明天 很開心可以在下一個 非常溫暖的陽光明天的下午 然後來到DDRS的這個 台灣的這個 是我們看到一個會場 大家可能剛剛還沒有進去 會場的裡面 然後公司的非常非常的精緻 非常漂亮 剛剛已經去拍了一些照片 很開心 真的 不過剛才您在裡頭拍照片的時候 所有的媒體 都有來在這邊欣賞 你的全新廣告影片 那當然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When only forever will live to see 拍的好有感覺 好深情喔 尤其是他到了我們DDRS的這個 木箱 那這邊呢其實我覺得 除了他的浪漫 他的歷史 他的藝術氣息 而且你也看到什麼原始 如何去雕琢 我曾經正璀璨的鑽石 那你自己可以講一下 在這本過程當中 印象比較深刻 然後比較有趣的事 而且還看到你重拾你的音樂 是這樣的 其實我在拍攝DDRS的這個選手 報告的時候是在英國 那有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酒店 那在這個酒店裡面 是一批看到的是音樂全景 在拍攝的時候 其實非常的特別 因為有很多的一個新的珠寶 然後新設計的珠寶 包括我今天帶的這個鐮刀系列 那帶了很多新的款式 其實在拍攝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需要我的這個感覺 是非常的輕鬆 然後自然 可以看得到這個 與性的這種勇敢的力量 那在拍攝的整個過程當中 大概在兩天的時間裡面 其實換了多 非常多他們設計的這種 很漂亮的珠寶 然後也覺得 嗯 確實是穿上這樣 法美的裙子 然後帶上這個珠寶的時候 你就感覺 我覺得帶到The Bears 你有沒有感覺像 每次在都弄走一樣 真的 給女孩子造了一點夢 沒錯 其實像你剛才在這影片當中 你也提到的就是 The Bears其實它是一個 這個傳承的品牌 它當然其實它有很多的專業 就是很讓你覺得非常的欽佩 那所以 當你看到The Bears的時候 而且跟它們合作 我相信你有很多 就是看到它 就可以想到 你為什麼這麼愛它 嗯 因為我在很小很小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嗯 那個時候The Bears是廣告語 在 嗯 在我們那裡很流行 叫 鑽石紅酒圓 一顆圓樓的船 然後也是 是我最小最小的時候 第一次 感覺像七八歲的 人家第一次 對鑽石有一個 概念 然後我就會 就會問我媽 說鑽石是什麼 其實我媽那時候都沒有見過 鑽石是什麼 對 但是這個廣告語 其實是開始我想大的 那現在我們的廣告比較 呃 唯永恆的 那我覺得其實 對於鑽石來 現在 它一定是一個 永恆的永恆 那在 不管是在 女生的心裡面 在男生的心裡面 其實它 它是一個 有愛的一個化身 一個愛情的化身 那 它是非常 長久 就是比較長的 然後在我們的生命中 它可能是一個 非常非常珍貴的禮物 可以是媽媽傳出禮物 可以是女兒傳出禮物 可以是女兒傳出禮物 對 然後也是可以 一個非常珍貴的 一個愛情的幸福 產生太高了 對於我不知道 應該所有的女生都很像 所以不算是 肯定是有一種 很多問題 希望 呃 在她的生命當中 總是有說 她的命令 是 屬於她的 對 其實這也是指第二四次 再來鼓勵很多的女性 在各個的女生階段 其實她都可以來記錄 你的永恆跟成就 那就像妳講的一樣 就是小的時候 我也同樣有自己的夢想 這次的話 雖然是真的是永恆最美麗的 所以很多人都沒想說 女孩應該在什麼樣的時間點 擁有她第一顆鑽石珠寶 你有沒有想做 呃 因為我的小時候的家庭保健的狀況 其實沒有很好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說 呃 這個 鑽石到底應該是怎麼樣去傳承 但是我想 如果我有一個女兒的話 我一定會在她18歲成的女兒的時候 送她一個鑽石 對 然後代表著她的那個生計 然後代表著她的這個18歲的成人女兒 覺得這個可能 呃 當然我 我沒有這樣的感受跟經驗 但是我希望如果 我有一個季生 有一個女兒的老 我也希望是這樣的一個女兒 真的 這麼一想的話 我已經想到了 我女兒18歲的時候 我一定要送她一顆 一定的啊 真的 因為這一顆永恆就會一直陪在著她 就像媽媽的愛一樣 是的 永遠的在她身邊 對雖然我媽很愛我 但我媽的條件不夠好 不會不會不會 其實媽媽的愛就像鑽石一樣 當然 她是一種這種溫度的光芒 對 就像你今天帶的這一套 我覺得套典 它是我們的 Radiating Lotus 對不對 對 蓮花系列 對 蓮花系列 當然她的Radiating 她這個民主的系列名稱 其實她就像放射器的這種光芒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像剛才你講的 我們公主一般 她有公主結合 是的 然後都也有 對 然後她有這個妥顏型的 然後她有就是三種不同的車工 而且我覺得她很棒的是 她把希臘埃及的這種 神話呢 全部融合在裡頭 那這一個呢 是她盛開的蓮花 全盛時期 經過太陽的照射之下 所散發出來的光芒 其實小滴滴你走在紅毯上 就給大家那種氣勢的光芒 就是大家喜愛的 所以你佩戴這些珠寶 在走在一些國際譬如漢塵啊 或者一些國際影展的時候 常常跟著第二次合作嘛 所以你自己覺得說 這襯托出來 是不是一種成就的里程碑的感覺 其實像去年的五月份 我做漢塵里程的品味的時候 也是全激烈實習 間正在裡頭第二次珠寶 那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在買一套禮物 在選珠寶的過程當中 其實女生都會有一點自己的搭配經驗 那比如說你是個 是不是黃色的裙子 你可以搭一些黃鑽啊 然後紅色的裙子 要搭白鑽 可以讓我自己顯出來 會更結白 更晶瑩不透 那在這個選珠寶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就像你化妝的過程 然後怎麼樣配合你的主題群 然後怎麼樣選擇你系統的珠寶 其實還是一些很有意思的經驗 然後可以以後慢慢分享給你所有的愛人 所以其實像你自己本身我覺得也很懂得怎麼去搭配自己 所以在一般的日常生活當中 你希望可能去搭配的鑽石珠寶 其實我覺得 CMERS除了這樣的高級珠寶系列之外 他們還有一些非常適合 可以帶著一些珠寧 一些很好的戒指 一些面子 那我通常平常我可能喜歡穿牛仔褲梯 然後在裡面會有件婚衣 那個時候有一個簡單的一條項鍊 然後但是也有它的設計感在裡面 那個時候也會很難常常看 一個簡單的戒指 像日常平常配戴的 那有一些高級珠寶 肯定是要配搭在你的晚禮服啊 禮服前的時候 在這種館會的過程當中 會覺得它會讓你可能突出了一起來 然後讓你更加的光滑 對 其實這項班仔你在影片當中 我真的也很有注意在一起 我覺得你講的話都非常的 就是讓你跟著BIRS的 這所謂的鑽紐時刻連結在一起 沒有想到其實他們經過這130年的傳承 然後公益 其實你自己本身也是在你的演藝事業上 用同樣的精神在經營 所以我覺得你做什麼事的時候 其實永遠都可以讓你散發出對方的光芒 我覺得所有的 怎麼講 珠寶的工匠師 其實他們都有工匠的精神 我覺得他們應該都是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非常非常的較真 然後追求完美 有的時候很糾結 但是糾結的那個點 都是希望讓這個這樣的過程 可能會更精緻更更美好 因為有的時候 我在我的工作當中也是這樣 對 我的工作人員每天都快感覺上被我要兵服了 對 然後他們就很緊張 然後但是我就希望 每個工作在我 從我的手裡面 做出來的工作 我們希望他們是完美的 有 其實我們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場合 或在演不同的角色的時候 其實你都詮釋出它最棒最完美的機制 所以這個就像這個所謂的 退練的這個所謂的鑽石 它在不同的過程當中切割出來 才能夠展現出每一顆原石 它最閃耀的光芒 是 所以我發現其實你每一次都很用心的在彪琢自己 然後讓自己不管是在演藝的這個所謂的魔裂 所以在各個的角色上頭其實全是都達到百分百 我努力 你努力 努力盡可能會做到百分百 不過像我們的媒體他們也說了 兩天時間沒有看到你了 所以這次回到台灣有沒有特別想要就是做什麼 有 昨天已經去吃飯 然後還有想今天可以想去逛夜市 那 昨天吃的那個 你賞心他們都聽到嗎 哇 沒吃過夜市的碰米 哇 沒爽 然後就非常好吃 然後吃了那個沙拉的那個酥水 那個就是我一直在台灣的最愛 然後對打電話給君定 他在上海開啟沒有困難過 對 那我看來還有是台灣的 我看來幾乎一段不段 然後這裡面就是做 所以其實呢 短暫的行程呢 還是可以安排的非常的豐富 那還有很多的一些粉絲 他們也想要得到 什麼戲劇工作 未來還有什麼樣的計畫 讓他們可以多多的看到呢 嗯 青年的計畫就是可能 電影的計畫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在目前 我們自己跳過兩部電影 都是比較習慣的角色 那在年底可能還有一個電影 所以可能青年的電影 會比較多一點 那電視劇工作 也會比較多一點 嗯 所以呢我想 林林呢 那未來呢 還是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在螢幕上看到 那我也希望你們可以 多多常來台灣走一走 會的 很喜歡這裡 然後很喜歡這裡的氣候 還有很喜歡這裡的影迷 他們都非常非常的熱情 那昨天也是下飛機 然後我公平吃飯 他們就一直在酒店 在面等 蔥花什麼 特別特別的感動 那也希望以後可以 盡量有機會 可以來台灣工作 然後還可以吃到好吃的 真的 其實冰冰的美 他就像鑽石的光芒一樣 就算沒有這麼近距離 但他後面的朋友 都可以感受得到 不過最重要的是 我們今天有一個 形象廣告台在這裡 希望冰冰可以親自的 在我們的媒體前面 可以幫我們做個簽名的動作 好嗎 來 麥克風我幫你拿著 然後工作人員家 我們登帝 好 然後呢 我們請冰冰走到 我們的形象廣告旁 然後呢 對 稍微要回眸一下 好 後面的人 要稍微的避開一點 好 大家放心 我們會讓冰冰 稍微拿著笔 再回眸一下 好嗎 哇 也有藝術家的 揮毫的感覺 左邊 好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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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慢慢的找到中間 這邊 這邊 中間這邊 中間 好 我們在這個 中間 右手那邊 再回眸一下 我們稍微 比較貼牆面一點 辛苦大家了 好 沒有拍到的稍微出個聲 我指鼻鼻轉到 左邊 左邊 左下嗎 上面拍不到嗎 還有誰沒拍到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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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誰沒拍到的 好可以趕快舉手 來 我們的左上 綠色 左下 下面 好 左下 中間 好中間 好來這邊 這邊 好右手 大家都拍到了嗎 還有誰沒拍到的嗎 還有誰沒拍到 還有誰沒拍到 好 好那我們請兵兵 是不是可以一跳到 我們的背板中間 我們要進行我們的 媒體的訪問 等一下 我們請兵兵 稍微到後面去設計一下 好 好